好大個網admonpun.com 一向智力多元化服務 無求令觀眾更方便快捷 收看重溫我們的節目 隆重推出 Big Big Air 好大個網手機程式 輸入好大個網或 Big Big Air 免費下載 體驗一下快捷流暢 簡單易用的全新感受 好大個網 Big Big Air 手機程式 操作介面簡潔 功能又多又強勁 無論收看直播、搜尋或重溫節目 購買金幣、查閱帳戶記錄 都簡單直接方便 已經擁有好大個網帳戶的觀眾 一如以往可選擇Facebook帳戶 或以有效電郵地址登入 有效是只能夠正常收發信件的電郵地址 沒有Facebook帳戶 又未曾登入過好大個網的觀眾 可使用電郵地址建立帳戶 但要注意帳戶開立之後 將以電郵地址作為帳戶的名稱 查詢帳戶的金幣購買 以及使用紀錄 先按選單目錄 然後選擇帳戶 再按購買紀錄 購買金幣的交易紀錄 金幣預數 以及使用紀錄等資訊 都一目瞭然 要購買金幣先按選單目錄 然後選擇帳戶 再按購買便可增加金幣數量 我們悉心為觀眾設計的版面 能夠令你即時投入好大個網的世界 我們每段重溫節目均至有3分鐘試看版 看對即可使用金幣購買下載 永久珍藏隨時重溫 下載每段節目會扣除45個金幣 需要你確定才會扣除 那就不怕買錯了 扣除金幣之後 節目畫面右下角會出現下載字樣 一按即時下載 全新的好大個網 BIG BIG AIR 手機程式 為你帶來前所未有的樂趣 以後就可以真正隨身帶著好大個網 去到哪裡看到哪裡 立刻下載安裝 親身體驗一下 日來的工作地點就是文武廟 其實我覺得是挺有趣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不會刻意說師傅的工作地點 但由於我覺得文武廟是一個香港的明星 一個地標 裡面你看到很多各方面的人 都算是的 因為文武廟都算是國際文明 很多外國人來過文武廟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來成變 我就認識到很多海外的客人 好像上一次我都說過 有一對法籍的泰國人 被人下廣 所以就知道原來有白毛 南非白毛 黑毛術 我也第一次 那個白毛是白人 不是他的毛術是白的 他是用黑毛術的 但這個故事其實沒有緣度 一直延伸到現在 這兩位太太和小姐 還有回來找我 其實是有後續的 不過這件事 因為我沒有再參與 所以聽他們說的時候 其實那位小姐 一直都有發出一些照片給我看 搞到全身紅塵 運程又差 在工作上被人整股 他當然第一時間懷疑 是不是有人在工作 我的態度 第一 我只是會算命 我拿盤過來看 第二 你拍攝所有的家 周邊有 總之你什麼懷疑都拍 其實通過這些渠道 我勉勉強地找到一些證據 你真的有機會 原來不是他住的地方 是他媽媽住的地方 那關什麼事 他們經常去 因為那次的白毛搞 是搞他媽媽 是 因為女兒要出頭 其實那件事 如果重複回那個記憶 說一點 那個巫婆想侵吞女士的生意 他們法國人最擅長 就是做按摩生意 在法國那裏 他做了一層樓 整層的法國那些 那位巫婆 就是看準他這些生意 就做了 我要入股 那太太說不肯 拒絕了你 那白毛就逐步逐步 就下藥下去了 請你吃東西 請你吃飯 介紹員工給你 做好事 原來每一步 都是在你那裏 拿東西 還沒拿著 放東西 他叫那些員工 放一些圖騰 黏在按摩床下面 那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已經生意一落千丈 那太太要有很多員工 要全部離開 師傅都離開 只是搞到他要親手去做清潔 就發現那些圖騰 不是一張 一張都是 才能聯想到這件事 可能是他 那時候也不知道他是巫婆 巫婆有沒有樣子看 你接觸 有很多巫婆 原來在美國 或者其他地方 事實上當然是 有沒有樣子看 就是我們在電影看的巫婆 可能真的 你以為是欽沉 或者是欽沉 是嗎 是嗎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我認識 現在已經變成朋友了 一個美國六十歲的女士 單身的 很美嚴 以外國人六十歲來講 可能比較醜 他站出來像一個模特兒 可能他自己有修煉一些事情 不知道 無實 都不會說 不過你一看見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氣質的女士 所以如果大家以為 巫婆就是 披頭散髮 歐秘 極極的分額 那些是Gypsy的 算不算 也不是Gypsy Gypsy我未見過 即是包頭那些 算太牛排那些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巫婆 但我接觸那些 他聲稱自己是巫婆 還有我相信 她是巫婆的外國朋友 是 美女 沒得說 原來我和你聊天 才知道那些巫婆 是要傳下去 一代傳一代 對的 是沒有傳女 一直要傳下去 因為如果不傳的話 她自己很慘 我自己有一個很早期的個案 這個女士 看過我在Yahoo blog 寫一些文章 其實我很早年參加了一個外國的星相組織 即是Astro 我寫了這些文章 這位女士發現了我 寫了一個信給我 然後我才知道這個女無家族的悲慘 為什麼呢 因為她告訴我 她跟她媽媽住 還有她自己 給她丈夫離棄 藥肉袋等等 她的兒子又被警察抓到斷柄骨 她的女兒在墳場被鬼上身 即是很多事情 即是一連串的 即是那些所謂的運程 傷得不得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女士不肯去學她媽媽的武術 那她媽媽當然會生氣得很厲害 而且很卑劣地去做一些 可能她的運氣就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媽媽知道我一定要傳 如果不傳的話 可能整個家族都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逼她去學 那她不學的時候 她就硬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就要搞壞你 即是媽媽搞壞女兒 或者是的 因為她當然沒有 但是因為不學武術 從小時候她不學 直到她結婚 什麼都很差 所以她說 她是懷疑她媽媽 當然我們怎麼會知道是真的 但是她媽媽就很拒絕你 整天遷咒你 又怨毒你 事實上她告訴我 那家裡又有蟲 又濕 即是爛屋一間 當然美國這些房子普遍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可以幻想到 那個家庭的氣氛很差 即是說如果我們站在風水立場 當然風水又差 你自己的命有問題 但是如果在她們的角度 她就覺得是因為 那些毛術 不能承傳下去的時候 一定有反誓 你搞到那個媽媽又難辱 即是那個毛婆媽媽 不是這位女士 你經常病 又乖叫 令到她的精神又崩潰 所以她就把她的個案告訴我 當然她最想知道的就是 她兒子的判刑 女兒又不能搞 我說你如果真的肯定她會撞鬼 那我也不能搞 即是我們用風水都幫不到多少 但因為整件事 她就這樣透過電郵寫給我 那我到現在還記得 所以我只肯定 就是 毛術一定要傳 不可能在你那一代停 我又覺得好像我們 一些神婆之類的東西 也挺像的 即是她突然間 可能她是不舒服 大病 好像一個天職 要她做這件事 如果她不做的話 她的病是不會好的 所以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去證實 但我唯有相信 就是如果你學了這些道 即是這些法術的東西 你不能走掉 所以我經常聽師傅說 即是你如果是學了這件事 而多行不義的話 必然有天顯 這些就是可能這樣的意思 那這件事又有什麼新進展 你說 你在說太極還是什麼 你說這個毛術事件 哦 她寫給我之後 她問我 預計她的兒子會不會坐牢 但你看到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到一小時的節目 逢星期一至晚 只要在十一點半開始 上去admonpoint.com www.admonpoint.com 又或者去Facebook like我們的專頁Hotbase Hotbase Hotbase 可以去到我們的BigBigAir這個APP 手機下載這個APP 就看完全集個半小時的恐怖在線了 快點行動